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快请不吝点赞 这个相当也没关系 但是呢 我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说 作为我来说 我绝对不会在生花被淘汰或者失利的那一天 我去开个直播啊 来表示一下自己内心的喜悦 这个没有用过 知道吧 没有用过 对 对自己的球队没有帮助 上头有人也好 上头没人也好 关键是什么 你自己要争气 对对 自己需要提好 对吧 对吧 你就是给你上头顶个国务院 你自己不争气 又有什么用 昨天三哥啊 昨天不是绿地不是输球了嘛 然后有球迷叫我开直播 我说这个直播去开他干嘛呢 对 开他干嘛呢 没有意义 开他那口嗨 人家淘汰 淘汰一下 没有意义的 对吧 跟我们也没关系 比如说 我知道也有生花球迷在看 我可以说老图他开个直播 你们上岗 今年程序员大力扶持你们 各种阴谋论 到最后你们还是被淘汰的 他就是这些话嘛 对不对 这其实呢 在我说来 对吧 我觉得 反而是生花球迷是最没有资格 说上岗阴谋论 因为德平的两场 上岗没有得力 反倒是生花是得了一点点 对啊 这个倒是 也是这个郭宝龙 连裁判都一样 裁判呢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包括今天的裁判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上岗球迷呢 还是要生态好一点 对吧 就别的不说 李文君那个上手动作 可红可黄 人家给了黄牌 对吧 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 小新疆 那个苏宁的这个小新疆 这个踩人动作 可红可黄 人家给了红牌 就这样的一个黄 对红的上面 你就上岗球迷 最后 就不用再说什么了 不要再去什么 吐槽裁判 对吧 同意吧 这句话 上岗球迷们同意吗 我们也没有去 吐槽裁判 我们就觉得 可能这个裁判呢 哨子太软 因为他之前也是 一直是这样的 就是软哨 这点是说的 但是至于他这个判法 倒是没有什么大的争议 我反而觉得 郭宝龙这个裁判 倒是比较能够 跟国际接轨 他能不吹的就不吹 尽量不吹 对 不只是对上岗 也是针对上岗的对手 其他比赛也一样 对 他一下就是这样 得比那一场 他不吹 那 而且生花是比较开心 因为什么 生花打的是防守球 动作大 对吧 那么今天这一场 尤其在今天的上半场 他不吹 那肯定是上岗滑的来 因为上岗整个的 这个上半场 是处于一个低强的态势 对吧 这个压迫性更足 那势必至于什么 把了上海武港 就刚 就刚 枪死 就比较疏 那么这个时候 他哨子吹得松 对上岗人是有利的 那后半层呢 就不一样了 那后半层呢 是什么呢 上岗多打手 苏宁处于一个 打防反的态势 那么这个时候 他哨子又有利于苏宁 总体来说的话 这个裁判可以 中超呢 千万不要什么 千万不要 人往上地上一趴 就逼 就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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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猛的 就是什么 你被囚员 裁判被囚员带着 接受 我刚刚要问你一个问题 卡住了 就是说这个奥斯卡的 他的下场 是不是对我们 今天这个比赛的清晨 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 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 本身来说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你只要保持 你在奥斯卡下场之前 踢法就可以 因为我们中场 并不是没人过度 但是你换上去的人 彻底的把前面的打法 给颠覆了 是一个战术的变化 而不是人的变化 说句老实话 你如果说奥斯卡下场 你真的换一个 零创意上去 噼里啪啦一冲 得两个谎牌 哪怕最后被罚下 你也为自己争取到了先 因为什么 你当时佩雷拉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当时就是想什么 保住一比零的胜利 我十一打你十 上蔡卫康的目的 是不是就是为了 守住这个一比零下 小手平妹 所以上蔡卫康 你如果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来的话 你就不应该上好课 你上好课干嘛呢 他不是防守球员 他也不是抢劫很厉害的球员 你上他干嘛呢 你觉得他在前面 可以吸引对方的防守球员 人家没当你回事 没把他放在眼里是吧 我看今天只有一个人防他就可以了 不需要三个人防他 而同样的 他展示出了一个主教练的一个基本的数字 就是什么 他下防守球员 上攻球员 因为他很清楚 我这个球再去守他干嘛呢 输了就再见了嘛 下一个中后卫 下一个后腰 换上去一个东风 再上去一个这个谁啊 我忘了 这个两个换人 非常的合理 非常的 就是说 这是最基本的尝试 就是什么 我就是要搬回来 我不怕你攻 你来攻好了 攻 你多打少 我跟你搏运 我跟你拼顾操 拼顾操 对啊 拼顾操 是这个打法呀 强哥你懂吗 到最后的话 我少打多 如果我还落后的话 我就是拼什么员了 作为兄弟这一方 我没有办法了 对吧 就是我知道 你多打少 你肯定能够创造 是你指挥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看什么员了 我只要把你赶到外线 你外线 你要什么设 就什么设 我跟你设 而且最后顾操 确实也是 开挂了 表现特别 朱昌呢 扑到两个球 也是 也是至关重要 就是说 我觉得呢 这个东西呢 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 好像今天是输在 顾操手里 我觉得呢 今天呢 就简单点说 就是输在 佩雷拉手里 这个没得跑 这个人 今天 我可以说这句话 可以走了 赛季结束 可以测人了 上次可以 我刚才 其实我想说一个滚字 后来想想不太好 连赛还没结束 我们心态好一点 对 对吧 不要再 现在让他走的不太现实 也没有人顶 就是说 不够我跟你说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俱乐部呢 可以动手了 怎么就犹豫了 没有什么好犹豫了 可以先开始 在外面先去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 对吧 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请你把三哥 整个2020年的这个直播 从头到尾看一遍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会这样 对吧 说了这么多老简都出来了 我始终认为 球队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佩雷拉的问题 对 主教练是承担主要的 从乐身的时候 对吧 我到原生去看乐身 翔哥那一次 就像采访我一样 问了我很多很多 这场乐身赛 问我有没有行动事 我没有 单打好 对吧 翔哥你还记得吧 就是我 遇到严峻张敏的那一次 对吧 那场乐身赛看下来 我已经知道了 今年上岗不会有变化 就去年是怎么打 今年还是怎么打 你别说来个物衣 他妈的 来个没死也是这个打 无非用正行 拿到球 传给浩克 然后让浩克去 这个就是上岗 进入年 速的 我记得你去看那张比赛 好像是不是 浩克还进了三个球 你那张比赛 对 对啊 但是这个是有弊病的 他一旦状态不好 你们就看到了 对吧 而且他是 他是面对的是一个中甲球队 中一球队 内门 或者中甲的内门 内门 内门 中甲 那你 你面对很大 你不要面对很大 升华就可以了 就可以干 我今天本来的 我还是这个句话 我今天本来我不想说 就是为什么我早就说透了 这件事情 今天再说 无非就是让大家 你想说的话 我带你说出来 让大家有个出气 之前好像是你一直在说 就是我们一直说 就是运气还不错 只能靠运气 但今天这张比赛看起来 运气也没了 你运气好 我上次是上前一支的直播已经说过这个观点了 你运气好 被腾发腾发腾过去 你一样会掉 我玩的那一天呀 明白吧 你一样会掉粉 因为上海有大量的中立球迷 他看上港是来欣赏你的球的 只有我们红皮才可以什么忽略过程 只看结果 而最多的球迷是什么 在上海滩站最大部分的 不红不蓝的这些球迷 人家看的就是什么 就你上港踢的有多漂亮 你踢的丑陋 最后因为上头有人 因为你运气好 结果踏踏一下 拿个点球 干掉一个 晋级 人家心里有感秤的 知道这不是你的本事 这还不明白吗 都不是小孩子了 这如此简单的道理 还是我们打的这个比赛不好看 对吧 对 你比赛你要好看 对吧 17年 对吧 平均冠军 三个亚军 被全国球迷嘲讽 但是上海 上港球迷心里 包括很多上海球迷心里 都知道 上港站起来了 厉害了 因为人家看到了你的 你的攻击力 你的强大的攻击力 恒大都挡不住 那是最强的上港 嗯 对 那你现在就靠运气这么 一会一会一会 一步一步一步往前往前慢 又有什么用呢 你到最后你你总有 总有一天你会原形毕路的 你没有金刚钻 这个我们是希望什么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观点 左派还是用 那上港球迷没问题 我们都可以作用 但是左派 比我们这对人要多得多 这才是上港就急需要去改变的地方 我这里呢 要 要 表扬一下一个 一个女球迷 嗯 这个机会 当然很多 很多的女球迷 他不会 不会去这么做 这个女球迷 经常在上港吧 和东亚出现 他的ID 应该他也 他应该是认识我的 我不知道他 贴吧就这个不好 就躲在 躲在键盘后面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他是肯定是看到我 呃 有很多的时候 他甚至于在贴吧上还攻击过 他不同意我的观点 这个女球迷叫缠绵OC 贴吧上的名字叫缠绵OC 他今天赛后第一时间在石科的群里 那个群组是石科本人啊 在石科的群里 他打了一行字 什么时候滚 这是个女球迷啊 这是个女球迷 他打了一行字 什么时候滚 还没等他打第二行字 被群组踢出去 那因为石科群 我跟大家介绍 他们一直是这个风 但我就算是这个缠绵OC 你在贴吧上啊 也曾经啊 对我的一些意见发表过反对的看法 但是我为他这种勇气 这种直接表达一个球迷的意见的这种方式 我给他点赞 背后说石科坏话 不稀奇 没有用 你有本事当面质问他 你怎么回事 整个一年 你在搞什么 但是我觉得呢 有滚啊 还是有点过激啊 可以说什么时候走 对吧 这我觉得可以 或者可以出修了 可能他也比较激动 当时他也比较激动 那肯定的啊 球迷就是这样的 我相信他有过 他有这个女球迷有过无数次 他在群里赞美过石科 因为石科是那个群 对不对 但今天我相信他已经到零界点了 他忍无可忍 反转黑啊 反转黑 如果是个男球迷的话 打个比方 如果是个男球迷的话 我反而要批评 我就是用刚才翔哥的观点 你有点过 你什么 你算耍狠 对吧 但是他是女球迷 我给他点赞 不容易 是啊 确实发挥的不好 表现的不好 石科在今年整个的联赛 数次失误 而且都是关键比赛 今天两个进球 第一个 落在最后面 是他 结果造成 吴熙没有越位 如果他和其他球员一样 早一点动下 早一点往前迈两步 吴熙就越位了 因为吴熙这个球 有很大的偶然性 并不是苏宁 一个漂亮的战术 进球的 是一个远射 正好打到他脚下 那么 已经球已经到了 进出外了 上港 上港污后线 完全是什么 要往上压 而且我看到 大部分人都做了这个动作 但是你时刻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脑子里不在想 拖在最后面 不动 结果 吴熙进球 视频回放 裁判 一看 没有 进球有效 这是不是你的问题 第二个进球 特谢拉一路带奖 往进去带 魏正是贴住了 没有让他转身 这个球魏正 一防一防特谢拉 并没有出现失误 而时刻迅速落位 也没有问题 但是 你时刻再次犯了一个错误 是吗 你看球 没看人 上岗的后卫 要习惯什么 一对一 要防得住 这个时候 你最起码 我这个球 我不能太怪你 因为最后 这个罗敬 那个球 是个神仙球 我不能说 你的防守 失位 有太多了 但是 你当时的这个表现 是 是一种 习惯成自然 就是什么 对队友 不放心 迅速跑到魏正后面 想做一个保护 怕什么 怕魏正被特谢拉过掉 那如果上岗的后卫线 中卫线 始终是两个中卫 始终是什么 当你盯了一个 对方的前锋的时候 我马上站到你后面去 我保护你一下 因为我怕你 很快就要被他过掉的 那上岗这个球怎么 你告诉我 懂不懂 这个球的问题在于哪 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自信 对自己没有自信 同样对队友 也没有自信 中后卫 你一定要一对一 要防得住 同时 你的搭档中后卫 要很放心的 你就 那个姓特的 就交给你了 我这边 看 这才叫防守体系 同意我这段话的 打个一 好不好 我觉得这段话 是非常重要的 要有这个自信 他呢 老师为政 丢球 小朋友丢球 对啊 你不能这样 那如果一直是这样 为政成长不起来 不算数 上岗的后卫线 正行 被人家一冲就乱 因为一个人 可以带到你两个中卫 那搞 那搞个屁啊 你防线屏障没有了 对吧 杉哥有没有胡说 大家去回放去看 两个球 反正这两个 今天防守上面 最大的波 就是时刻 没得跑 再一次 拖累的球 而且在 在今天这场比赛之前 已经好几场比赛 都反映 同样的问题 都是 我不是今天 第一天说啊 杉哥啊 我说无数次说了 我只恨什么 我没有办法 去跟佩雷拉对话 我说这个人 不能再上了 你又不是后卫 找不出人 你卫正在替补时 鱼类在替补时 你没有问题的 鱼类去防 那个叫什么 防他那个高中风 防得住的 那个高中风 转身不快的 鱼类防得住 头球也可以 没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佩雷拉 在想些什么 这么简单的题目 用余瑞啊 余瑞实在可以 你可以先把余瑞 放在基本上 没有问题 当对方把这个叫什么 那个 他的中风叫什么 上帝尼 上帝尼 当对方把上帝尼 换上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上上余瑞了吗 高对高 高点对高 高对高一方 一方一 没有问题的 他 而且你速度也压住 压住他了 转身也压住他了 你怕他个鸟啊 而且鱼类什么 喜欢上墙 那个反应比较慢 上进 搞不好还能 抢在他前面卡住位置 今天的换人啊 佩雷拉斯要承担主要 该换的人吗 没换 没换的人 不该换的人 前面换了 前面换错 后面也换错 对 换人的次数换的人 也都是有 这时间点 都是有一定的问题 说实话 他这个 替你新出来说 他的换人的次数 都已经找到一个小 是吧 就是到什么时间段 他换什么人 唯一 一个 受伤 换奥斯卡 我没有想到 受伤 受伤 换下 其他的 一个 一个主教练 对吧 进这个训练 没套 没有套路 没有一套 成体系的战术 交受给球队 然后临场 又犯错 那这个主教练 你要他干什么呢 对不对 而且我们排面又是那么好 我到今天 即便是被淘汰了 我依然认为 上考的排面 是非常好 只是什么 主教练会用而已 没有用好 没有打好这个排 对呀 没有 你没有用好 普尔克也并非一五四处 对吧 你 问题是他听你的吗 他不听你的 你当个屁的主教练 你让他 他妈的队员 兼教练吗 好烂 反正 奥斯卡也听他的 这个是有 很大的问题 这样下去的话 真的 这样下去的话 后面这个比赛 也蛮难的 我上一次直播就说了 没有别人好怪的 上考俱乐部 上考集团 已经该做的都做了 帮你买了这么贵的人 帮你配好 哪个中超有新加高 对不对 英超三差级 他能把主教练拿级 那你没办法了 换一个教练 立干净 要变 我们也是 要变 俱乐部也要变 真的 今年我估计 帮一个 有自己想法 不会被囚员牵着鼻子走的教练 就行了 知道吧 崔康熙就可以 对吧 再给徐根宝 就什么 不买账的 不买囚员账的 你别跟我说 你技术有多好 你别跟我说 你身世是万能比 我不用你 就不用你 马加特 自己就是说 有自己的理念 装在哪里 那还是我们上一期的观点 三哥 跟我们三期观点一模一样 对吧 就是 潜驴技穷 你 你就是说 你真的说他潜驴技穷 他其实他倒还真有一个看家法宝 今天的上半场 大家都看到 对不对 他没有这套东西 一般年拿不了关键 一般年他就是靠这套东西拿 嗯 火攻头头 这是个防守 强于进攻的教育 他打防守 他还是有心 只是什么 因为上海给他配了 这么大牌的一堆人 他怎么都想 我这么防守 我打不出来啊 这些人我得用了 对对对 好了 把自己擅长的丢了 啊 细的长 强项 剪了短板 那三个 我要大家问 你说你说 那就 其实在我说来的话 那就 其实就很简单吧 就是说 因为为什么我们 我们接下去三四名 对吧 那个也 也不用换了 对吧 我觉得上海 以现在的这个 整个球队的这个 经济城来说的话 可能 抢第三 应该也抢不过国安了 嗯 应该市习现在是非常 非常低落的事 抢不过国安吗 啊 你连着几场 赢不了 啊 那么 那么你接下来 你得为竹鞋杯 要做点打算 走 要抢竹鞋杯了 哎 这竹鞋杯要做点打算 竹鞋杯做打算 你说换教练来 不及 那你 可以有些球员 就可以放弃了 有些球员就可以放弃了 因为你 没多少时间 他就要走了 你没必要 一定要 一定要他发光发热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大家说 你没有必要 就是说 哎呦 我他妈的 我五千五百万买来的 我他妈一定要用到 他最后一秒钟 我得把这个本赚回来 没有必要了 上海人考虑问题 不是这样子的 那 我懂了 你的意思就是 呃 让让这些球员去打压冠 是不是 压冠 我 我觉得上海 继续部应该 不会再去打压冠 呃 但是 据我所知 好像还是 阻力去压冠 会吗 嗯 你觉得 这些 外员 他还有兴趣 去打压冠吗 我不太清楚了 呃 这倒不是 他们兴趣的问题 这应该还是 跟那个 赞助张的关系 有一定的关系 呃 我 据我了解的情况 好像 继续部内部是倾向于 放弃压冠 我了解的是这样 啊 那我跟你的消息 好像相反吧 哈哈 难说 因为为什么 我 因为为什么 就是我 我得 我和翔哥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联赛并没有打完 呃 对对对 对吧 这个其实 其实最大的变数在于联赛 你到底拿的地址 对对对对 这个变数是最大的 啊 我现在所知道的 就是说 其实国内四个球队 四个压冠球队的话 只有绿地生花 他是铁边 铁核心了 全主力打压冠 因为这个是 我有发微博啊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我微博的 这个因为我跟这个朱 朱易 德转这个朱易的一段聊天 那朱易老师呢 都啊 也告诉我了 就是说 他告诉我 他说这个绿地 他说 主力都报名 甚至于那个 那个厄瓜多尔白虾 叫什么活什么的 那家伙很臭 不关我们事啊 啊 不关我们事 我们不去谈他 就是说 他说他也报名了 压冠 他不报报了 那么说明 就是说绿地生花 他是 是肯定是要 要用压冠来给 一个交代了 其他三个队呢 未定 都未定 但我觉得啊 因为上岗呢 你去打压冠 也就是这帮人 还是这个教练 还是这点套路 对吧 傻子都看得出来 你走不远 嗯 你不可能连 啊 连这个 生花和苏宁 都战胜不了的一个球队 你可以到亚洲赛场上 去大杀四方 不可能 这胡扯 所以我 我觉得 倒不如什么 退一步 主力去打 逐血兵 亚冠 你要么放预备队 练一下 因为什么 亚冠比较纠结 去打完以后 回来还要隔离十四天 上岗今年的联赛 对吧 有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 这帮外员 当他们处于封闭状态的时候 没有办法激发他们最好的状态 这句话大家同意 我再说一遍 上岗今年的联赛赛制 对我们的外员来说 状态是 很负面影响的 当他们处于全封闭的状态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他把他们平时的这种节奏打乱 生活节奏打乱 以前1718年的时候 1718年的时候 他们都挺好 自我调节挺好 白天四季公园练练 晚上酒吧里去嗨一把 然后到比赛的时候 大家精神保满去踢 那今年可能这种赛 对我们的外员 奥斯卡 不利 不利 啊 胡尔克啊 阿闹啊 好像他们都有诸多的这种 不舒服啊 这种不舒服到底在哪里 什么的 今年你觉得 就是奥斯卡 过得有点鬼的鬼脑 不兴奋 不兴奋 贴旧把兴奋 啊 这个长期封闭集训 造成的后果 就是不兴奋 啊 这金球呢 就是比较的 比较的帅心 然后呢 就是脑子里呢 始终的想着呢 要给 要多给他的好朋友 一点机会 表现一下 这个呢 其实呢 对于 呃 对于整个球队的影响 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呢 国内球员呢 他也会受影响 他觉得呢 你呢 这个没有想 你把赢球放在第一位考 对吧 为什么 在 胡尔克上来之前 整个球队充满活力 啊 拼了命跑 等到赢球上来 大家不跑了 这是为什么 嗯 这是为什么 球迷并没有 当 当时球迷没有这个时间 去传达这些信息 给球王 说他们 搞不好 你别听 没有啊 而是球员 自身 受到了影响 啊 有了一种 抵触情绪 他没有之前 替那个埋进 为什么 你不要当 中国球员 国内球员 都是傻子 对吧 如果不是 这种踢法的话 武蕾不会走 我这话说的 说的 今天说的 稍微说的 说的出格一点 你不是这种踢法的话 武蕾不会走 希望明年啊 就是我们球队 能够有个焕然一新吧 三个啊 我觉得 其实 我觉得 只要把 这个 这个 拖累球队的 这种毒瘤啊 给切除掉 啊 然后呢 就让其他的球员呢 看到 看到这个 夺冠 我相信 对得起 我的职业 什么样 我还有希望 可以拿个冠军啊 对吧 所以说 其实呢 那么这句话 再说下去呢 就是什么呢 也是今天呢 要跟所有的上考 求 我们真的 没有必要去 灰心上气 对 我们的实力 是摆在那里的 只是他妈的 有个人没有组合好 哈哈哈哈 怎么嘛 打切丝 你们说过 哎 菜 菜可以的 嗯 对吧 菜可以 你来个 你看 什么呢 隔壁的菜 比我们差多了 来个吹康师 不也是弄的挺好吗 这烧菜的 那个手艺问题 嗯 对 换个大厨 啊 那么 接下来联赛 其实 本来今天 没想去说这些 因为为什么 我认为联赛 没有结束 对 我本来是想 等什么 等联赛全部结束了 然后再好好来 该喷的喷 该表扬的表扬 该展望的展望 那今天 翔哥特意打电话 给我说 无论如何 要说一下 那我就说了 就提前说了 那同时也 还是这句话 联赛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要抢 明年的亚冠 那作为我们球迷来说 还是要赶去胜众 要吃球迷 对 对不对 说了男性的要死 也赔得一起死 对 对 对吧 我们今年 我说了第一目标 干死生活 第二目标 拿亚冠资格 第三目标 夺冠 现在第三个目标 没有了 早就没有了 对吧 这不是马后炮 三哥是在直播当中 清清楚楚的说 收回 今年能夺冠的这句话 对不对 翔哥 对吧 说的是非常 说的是非常地低沉 而坚定 收回 今年能夺冠的这句话 然后在微博上 发 苏宁 中朝 亚军 可以去 那你 很多人 我知道 现在有些上海 穷比兽 必然就是个毒蛇 你别管我是什么蛇 我就能说中 今天去现场看球的 我们小陈词也跟我说了 他说 三哥 他说 我跟你说 他们在群里说 三哥 我跟你说 今天现场站在我后面的人 有几个地儿 他说 他说 老鹰 今早我们来 然后赢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没去苏州 上海可以赢了 事实呢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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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球迷呢 喊我老鹰的呢 风毛凌脚 大部分喊我三哥 不管是支持我的 反对我的 都喊我三哥 喊老鹰的呢 基本上是个必要 那你下一场要来 来的是吧 下一场 礼拜六你来的是吧 礼拜六 我来 我也不认为 你现在上海 如此低迷的事情 我也不认为 上海 继续战胜国安 但是 来 就是一个态度 去苏州 一个态度 就是说 三哥 我 不是一个 电视机球迷 更不是一个键盘侠 不会是只坐在 镜头面前 夸夸棋盘的人 对我来说 第一重要的 就是 陪球队 走下去 这对我来说 是最重要的 这个 这开直播是什么 鱼性 对啊 你不要来啊 收拾天 上港球迷 能去的 一起去 没什么大会 比17年日子好过多了 17年这个真的是 很可惜 不要输赢看待 输赢看待 没问题 其实上港球迷 我觉得现在 如果是一个 可以拍着胸脯说 我是上港球迷的人 他不会 把这件事情 看得太重 我们更多的 在骂爹骂娘的 更多的是担忧的 是球队的位害 这就是始终 对我们球迷来讲 这个比赛成绩 输赢啊 这个其实都 无关主要 对吧 这不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 真的是为了 我们的 我们的底蕴 在不知不觉当中 已经积累了 一段 对吧 作为球迷文化的底蕴 我们已经积累了一段 没有伤疤 大不了的 对 对 你这个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继续往前走 大家对这个俱乐部 还是充满信心的 因为俱乐部 总体来说还不错 该做的都做了 我们看到了今天 今年 对吧 星球场造好 我们看到了 今年 我们去苏州远征 俱乐部 想的有多重 可以说是 进行球运 不管是对球运会员 还是对散客 对吧 这个是 其实工作量 是非常大的 工作量 相当之大 做的蛮好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什么事物的地方 无论从安全 没有什么事物的地方 没有什么事物的地方 对吧 买人 给你买一个印钞 而且是在现金政策下 给你买一个印钞 对吧 联赛的这个 这个大环境 尤其在裁判问题上 吃亏的 不是上钢吧 我不说得力 吃亏的肯定不是上钢 对吧 上钢 上钢俱乐部 上钢球迷 都不会去说 黑暗笼罩的大地之旅 为什么说不出口 没有什么 我觉得 我们觉得 没有什么上钢 没有什么 太明显的冤假错案 对 是的 明年 我们明年 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个 我是看不清 你在那个是谁 陆军 是陆军的吧 他在说什么 红皮蓝星是什么 明年我们 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个 崭新的一个变化 这个都没问题 关键我们要解决 我们内部的问题 包括主教练 包括球员 要把这个关系要理顺 对不对 这很重要 内部关系要理顺 足球连赛就是这样的 今年死了 到明年元旦一过 又活过来了 对 每个赛季又重新开始 那帮蓝皮不是年年如此 元旦一过 满血复活 今年要夺冠 然后呢 打到最后呢 你看 他把三套阵笼 现在连一套都冲不起 什么情况 然后开始骂 哎呀 周军拿回扣啊 哎呀 无手会怎么样啊 别得把他骂 骂完以后 元旦一过 又活过来了 又来了 又来了 年年如此 挺好啊 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每年都有希望 抱着希望 我们也一样啊 对 我们也一样啊 怎么现在 今天已经十一月头上了 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就活过来了 还有两个月又活了是吧 我们就活过来了 然后又要干死生化 干死 又来了 又要干了 每年干 联赛 没事 对不对 你一辈子可以看 十个联赛 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对 对 上岗球迷有时候 上岗球迷有时候 真的想 怎么生化 怎么干不死 干不死 因为每年都可以 我觉得我们上岗球迷 其实已经蛮幸运了 你看 每年都能排在联赛前几名 然后还有药官看 对吧 其实已经很开心了 真的很开心 有的球队 我上次不是一个哈尔滨球迷吧 人家都是很 都是二级联赛三级联赛 那也不是照样 对吧 照样在看 还输得多 赢得少 其实我们上岗球迷 还是很幸福的 真的很幸福 每年 都有亚冠看这句话呢 今天说呢 有点毒奶 有点毒奶 前几年 今天是不能说这个话 前几年 今天不能说这个话 不不不不 想个今天我们不说这个话 因为呢 今年这个亚冠 明年这个亚冠资格 现在看来啊 有点那么飘 有点危险 本来就是觉得 所以说 其实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2020年赛季开始之前 我相信没有一个上岗球迷会认为 夺冠的吃不足 但是亚冠资格应该上岗没什么问题 然后今天说这个话呢 开始呢 就有点没底气了 对吧 因为 为什么 很有可能 我只能拿到第四 对对对 然后呢 如果出生亚冠的话呢 那朱鞋鞋也没了 也没了 所以明年 亚冠也没了 上岗的一个 沉寂的一个转折点 为什么 最重要的一环 不能参加亚冠 亚冠 对对对 这个对吧 当掌心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同意翔哥说的 他说 我据他的得到的消息 我们还会出生亚冠 我觉得 我觉得 如果联赛最后干不过北京 拿第四的话 你不能参加亚冠 你没有这个势力夺亚冠 但是你听我讲 如果我们不打亚冠的话 我们又要面对山东 又要面对江苏了 这个也蛮难弄的 比亚好打 翔哥 比亚冠好打 明白吧 我们跟恒大是在同一场 对吧 你强如广州恒大 我告诉你 就像今年的广州恒大 他也不敢说亚冠 手道擎来 你要面对全北 要面对横滨 要面对这个 沙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这种球队 我告诉你上港是打不过的 打不过的 我告诉你 我们正好跟横滨一组 要不要检验一下 大家同意打我这个说法 上港城里同不同意 全主力也打不过 同意打个一 还不如派二队 同意打个一 也让俱乐部看到一下 我们行李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二队被打花了 二队估计要被打花 你现在的这个样子去打压 我告诉你 真的上港还真的建队以来 还没有 就是这个 自从上港介入以来 这个 我们是0-5 输给全北是哪一年 15年就吧 17年吧 524那一年 怎么可能 输给全北怎么会 输给全北是哪一年 好像就是 16年 16年 我把这一刀切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说 我一直说法 从17年开始 就是说 这是按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 就是福澳时代 福尔克加奥斯卡 这个时代 上港时代 开启以来 我们还没有惨 客场零比四 输很大 这个是最 而且最后还是把它干掉了 所以那个也不能算惨 对不对 除那个以外 最大的比分 就是零比三了 输三个球到顶了 真零比三 但是在足球世界里 不算惨的 那 今年的这个状态 如果拉到 亚冠去打的话 而且今年又是打的赛会 我告诉你 保不齐 就会惨 所以俱乐部好好动动搞 请想一想 而且就是说 这个疫情也很严重 是不是要把主力派出去 退一步海阔天空 你的意思就是亚冠 亚冠放一放 我们主公 主血杯 对 而且更关键的 比这个更关键的是什么 还要考虑到球员的 这个 这个自己 他们的心理状态 境外的疫情 还是比较松猛的 而且我们去 多哈也是这样的飞行 很疲劳 你还不如就是 你还不如就是说 打打竹血杯 然后把今年的任务 把今年的任务给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呢 然后呢 该调整的调整 该引进的引进 好好 好好东西 以备来年 来年 我们还是总裁强队 对不对 胡尔克走 新来的人 那肯定 对吧 持刀的战术作用 肯定不会比他差 所以这个 我们还是很有性情的 对这个 2021的这个猪潮联赛 今年就是联赛 就这样 就搞一段落了 冠军是没了 这个是雷鸣 我觉得现在也不是谈的时候 就是说还是到年底 这个到年底再说吧 现在也没 现在不用去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就按照目前的配置来打 今年的比赛 反正 反正我觉得就是 如果要我 要我说的话 我觉得我今天该说的 不错 对吧 我今年唯一可惜的是 唯一可惜的是 没有好好 去练一下 年轻球员 又活活浪费一年 这个是最大的损失 佩雷拉 为了自己的业绩 放弃 用上岗的未来 做实生 然后业绩 还很差 所以这就是我 非常 不满的地方 年年如此 我觉得一个主教练吧 能够在上岗 能够一个联赛当中啊 就是 三年的指教吧 我觉得 而且拿了冠军 已经很圆满了 对吧 你 该 能够展现出来的东西 表达出来的都表达了 你包括像斯克拉里啊 李皮啊 他们指教时间 也不会超过三年嘛 对吧 也是需要 嗯 换代 是不是 对对对 主教练 常常就在这个里面 你比如像福克森啊 像温格这样的 到底少 对吧 那已经 你 你如果是这样子的 那就不是主教练 那已经是到教父之边 对对对对 那还达不到那个 哈哈哈哈 高度啊 你包括李尼奥啊 他们也不是连续执教三年 四年五年这样子 对吧 对 就是说 其实呢 对一个一个主教练呢 真正的业绩好 他的成绩好的话呢 他其实呢 是在不同的球队 能够取得成功 都能够夺冠 尤其是周期联赛的观点 这个是衡量一个 世界级主教练的一个标识 对吧 你在这个球队也拿过欧冠 到那个球队也拿过欧冠 这个就 啊 这个就不一样了 木里尼奥 他在葡萄牙 对吧 也拿了 然后到国际米兰 又拿了 这个就是他的履历 最光彩的地方 类似这样的主教练 我告诉你 世界上并不多 并不多 是的 很少 能够在不同的球队 能够取得成功 对吧 上次我记得三个东西讲过 就是 你说你说 如果佩雷拉 今年 如果下课走的话 那我觉得 他应该是 还是非常成功的 对 比他算成功的 因为什么 他整个 你要看他的总的成绩 他给上导带来了 两个冠军 尤其是联赛冠军 然后每年 稳定的 前三名 非常 那你说 这个主教练 一无四十 这个我不同意 对 对吧 他只是 对于控制球员 缺乏点办法 而这个毛病 其实在他上任的第一天 这个祸根 就已经种下来 他刚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 有这个疑问了 对吧 他也不是属于明帅 还可以吧 还可以 你不能说明帅 但也不是 无名之辈 对 那 还有什么问题 我这个话多问 我看不见 你们是在说什么 姜哥 姜哥也累 今天这个 从吃晚饭 之前也 从吃晚饭 开个直播 开到现在 也开了 也大概有 我们说 六点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了 五个小时了 也差不多了 真的辛苦了 我今天 我像这个所有的去苏州远珍的球迷 尤其是我的那帮兄弟 我 我要 还是要说一下 球队输了 然后的话 晚上不要发泄的太过 喝酒相生 不能这个 特别是喝梦 喝梦酒 容易喝醉 因为这次呢 因为有利条件呢 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呢 是在体育中心 那体育中心呢 是在三香路 而三香路呢 可以说呢 也是我们的根据地 这个每次去苏州 比赛了以后呢 我们都要投奔三香路 三香路的怀抱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呢 大家呢 悠着点 好吧 就是说没关系 对吧 不用太 不用去麻对自己 我们还有比赛 后面还有比赛 好吧 想哥 要不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你还要说什么 今天我们就到 我也要回回家了 我也要把郭哥带给你 我们还是这样约定好了 礼拜六 我们办三十名决赛 不见不赛 好吧 所有的在看直播的球迷 给大家再说一下 我们礼拜六 事不可挡 事不可挡 好 事不可挡 那就这样 今天就直播到这里 跟大家说再见 晚安好吗 再见 啊 好